DIY了一辆皮卡房车之后 我利用一次短途自驾 检验了一下房车的水路 电路 网络 整体的感受是还是比较够用的 我觉得还不错 这种感觉 大家好 言评Mrs Gary 刚刚完成了自己DIY手挫出来 自己第一辆房车 一个皮卡的贝托房车 现在车就在 停在家附近的马路边上 然后今天还是比较特别 就是完成了皮卡房车完以后 我准备开始第一次自驾出行 大概是两天多的时间 会去张家口预线 作为第一次出行 我把水箱和电都基本补满了 你像清水箱 100升的清水箱 我补到了差不多 百分之六七十的一个位置 七十吧 然后电呢 我是现在冲到了89% 这个是13度电 所以我也正好利用这次机会 一个三天左右的短途旅行 然后看这个一个水电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符合我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会有什么省水或者说特别浪费水的情况 就完全是按正常的生存需求去测试 我可以介绍一下我的电路系统 我的是采用48伏磷酸铁铃 宁德时代电芯 相当于16病的一个电池 充满的话应该240安时左右 所以算算下来13度电 水路是100箱的清水 65升的灰水 然后作为电力补充呢 我实际上外面会有一个这个七孔的九孔的快充 还有上面有一个860瓦的两块 龙机的单晶和组件 我没有新车充电 就这么一个配置 我想看一下这个三天下来 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张家口的温度应该比北京低一点 所以我的这个衣服长袖也带了一下 因为我在那边白天肯定很热的 晚上的话我也会在这儿春凉 电鞋马桶我也带了 但现在还没有用 完全是全新的 外面会有那个马桶的这个清洁剂 我第一次用的之前我也会装上 买了一些零食 然后垃圾袋 因为垃圾桶还没有当 然后这边呢是 非吊的吊杆 我觉得这位置放起来还不错 应该还比较稳妥吧 然后冰箱也看一下 这一次也提前买了一些 预制菜 零食 牛奶 饮料 我下单的时候我觉得没下太多 我再装完以后基本上满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因为这些东西我不一定会吃 因为我经常是在一个地方 我会更喜欢当地的一些小吃 小脏摊这些 所以冰箱里的可能就是 为了一点内心的满足感和安全感吧 先填上了 对 然后这个冰箱是可以锁起来 这样行车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全 被子我也没有点 对 我把衣服可以塞到 把衣服可以塞到这个柜子里 这边已经做了比较大的储物柜 这块也是有砍扣的 现在完全是空的 因为第一次才出来 然后行车的时候 我这把椅子就是固定在这一块 我也装了绑带的卡扣 这样我觉得应该相对比较稳妥吧 因为我也不会去什么越野路段 就是平路 它只要不会来回放来回倒就好 这一块我会有一个排风扇 我整个基本上全天我都会开这个排风扇 包括一些洗漱用品已经准备好了 对 基本上就这些 然后已经快十点了 我就准备关灯 收拾东西准备走了 咖啡机关了 这些监控开了 关窗 虽然是国道速度不会太快 但也尽量每个卡扣都关紧 对 显示器也固定在墙上了 就关门 车停下来了 看一下这个金庸关长城这附近 这山脊上都是那种长城 天真的很蓝啊 上去拿点吃的吧 看见了吗 我这个是860瓦的太阳能 现在已经充电功率是730瓦 开了这么一会儿充了10%的电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车这个太阳能如果选了一个大的 真的还挺有必要的 尤其是在太阳比较好的地方 它是充电效率真的很可以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使用过这些 在车内也时不时也待过嘛 我知道10%的电 其实够我开空调都能开很久 确实不错 来点吃点 继续开车赶路 也再拍一下 现在啊 出发的时候 89%的电现在已经100%了 太牛逼了 现在是下午4点啊 太阳真的还是很足 晚上看能开空调我就看 但因为是在张家口嘛 张家口本来就是山区草原那些 有可能晚上温度本来就低 那种情况下我就不开空调了 反正也争取多耗点电 对晚上也会那个洗个热水澡 呃 成就多用点电吧 要不这个白天充电充的太快了 用电自游了也就 本来其实想没想加水的 但是呢正好这个加完油以后呢 这块有水管 我就也想感受一下就是在加油站里面加水的一个情况 然后正常呢就是尤其是这种小国道的加油站 呃会停很多大车嘛 很多大车除了加油 其实吃饭啊 补给加水也是很重要一块 所以这种面要站 呃 基本上应该都有这个加水的点 嗯 然后像我这个房车呢 设计的地方就是可以在这个口看到里面的清水箱的水表 这样加水的时候会方便一些 因为我加的时候我就站在这板凳上 可以看到里面清水箱的变化 呃 还没有加满 这次主要就试一下这个在加油站加水的过程 所以看水箱啊 现在就没有全加满 因为我怕全加满以后就是呃 开的时候再溢出来 而且我一个人就三天的行程 我也不需要这么多水 我只是测试一下这个通过注入一口加水 然后呢 看电呢 白天一直在路上开 太阳能晒着 也是一直在充电 所以还是百分之百 呃 现在呢 是已经下午四点多了 嗯 嗯 天气有点凉 我准备先把那个衣服先换上 现在已经把车停好了 在明天集合地儿的附近的一个平平底 然后外面比较黑了 还是里面比较冷却 呃 门线锁上 虽然外面比较黑 但监控它有那个夜视的功能还是挺清晰的 经过一些算法处理 看着跟白天差不多 然后这个店经过白天这么冲了一天太阳能 还是百分之百 嗯 水因为我在加油站试了一下通过重力加水加嘛 嗯 加了一些水也基本是满的 过活洗个澡 然后换上洗漱的衣服 就准备看看电影了 现在这个Spotify已经播上音乐了 可以听这音乐洗澡了 烧热水器洗了个澡 呃 电量掉百分之次 水的话掉了一格 泡了点盐茶 先洗一下 呃 现在是在山区嘛 山区里信号不太好 所以他的呃 因为我Spotify用的是流媒体的 就是通过网络播歌 但是这个 呃 我电影呢 我是全存到这个 呃 硬盘里了 所以理论上这些电影都是秒播 我就随便选一个 随便选一个 应该这都 刮削完了 对吧 你看刚才20多畅每秒 都是秒播的 嗯 嗯 我再换一个别的 随便 随便点一个吧 对吧 你看那个进度条 所以我就选一个电影看一下 刚才我看有另外那个日本的电影 感觉还不错 用心棒 嗯 在车里泡茶我就没用玻璃或瓷的器具 用一个相对简陋 但功能上ok的 啊 现在就准备喝点茶看个电影 嗯 然后过会看会儿书就睡了 嗯 嗯 现在外面一片漆黑 我觉得这个还挺期待的 就是今天晚上呢 实际上是我第一次 在自己DIY手册出来这个房车里面过夜了 因为之前虽然出去很多次 但是呢 都是白天在这个车里面 嗯 晚上真正躺在这个额头床 什么样睡的舒不舒服 隔音效果怎么样啊 今天晚上再分享 喝着盐茶非常爽 真的非常舒服 而且这个山区里面吧 它外面温度应该很低 外面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十几度吧 嗯 然后房箱的保温还挺好的 我刚才洗完澡呢 屋里面就有热气 包括那个刚也烧水 因为泡茶嘛 也是有热气 所以现在就温度很合适 嗯 现在我看多少度啊 25度 房间里面25度 嗯 我觉得还不错 这种感觉 现在是11点 电影快看完了 看了两个小时掉了2%的电 明天太阳一照又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 嗯 经过这一天的 嗯 就是户外自驾的测试吧 我觉得我这个电池是 配的有点过于足 但有一块也要提一下就是 房车用电 其实最大的一块是那个空调嘛 制冷 因为今天我在张家口去的时候 这个温度就很低 你看 我看电影的时候 我都把被子给盖身上了 这个温度 但是这温度器其实不太准 嗯 差不多 22度多 对吧 所以今天我是没有开空调 可能开了空调以后 它掉电会快一些呢 嗯 但肯定这个电 还是非常充裕的 嗯 辛苦了一天 11点多 外面还是漆黑一片 准备睡觉了 晚安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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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ur